我們是不會向國安處提加任何資料的 國安處今次用國安法的43條附表5 這樣去向資源會和其他團體發出信件 在開一個很壞的先例 他現在是隨隨點片去指控一些民間團體 是所謂的國度理人 就說自己有權去查你們的家宅 甚至根據鄧炳康人所說 是可以無周數奇地查到你成立為止 查到你回歸為止以前的所有資料 大家必須留意43條附表5 是一個只適用於所謂外國代理人的規定 如果那團體不是外國代理人的時候 是根本不能夠使用這條條款 而且使用的時候必須有合理相信 是和調查一些國安法罪行相關 但是我們看回國安處給我們第二封信 他又沒有擺出任何的理據 去說支聯會是我的代理人 是沒有的 他連我們究竟是代理著 哪個國家 哪個組織 都是說不出 我們看副表5關於外國代理人的定義 在說的是受某個國家 某個組織的指使 為那些組織的利益服務 你現在說我們是外國代理人 我們在代理哪一個 你總不能夠說支聯會 是在代理除中國之外的全世界 對不對 那完全是一個毫無理據的出訓 總之他就叫你交 叫你交完所有和外國組織政黨的資料 就是魚翁殺旺的問的 其實是 這樣的寫法 我們不能夠不止出它是一個魚翁殺旺式的問法 似乎是 用一個釣魚搜證的方式 只要他撈到任何和外國組織的聯繫 就反過來 有所謂的證據去說我們是外國代理人 香港應該是一個國際城市來的 我們所有的民間組織 所有的個人 大部份都和外國的朋友組織 有聯繫的 這個是再正常不過的流行 如果我們和外國組織接觸 就叫做外國代理人 全世界都是外國代理人 國主 這樣的解讀 是不是要香港的公民社會 變成一個閉家鎖國的地方 完全自閉於香港的境內 不再做任何國際的交流呢 我們怎樣做國際城市呢 如果是國安需要用 可以用附表5的另外一個條件 合理地相信是偵查 國家安全罪行所必要的 同樣地 在封信上是完全沒有講到 你查些甚麼案 查些甚麼罪名 和支聯會有任何相關 甚至連支聯會是否他們的嫌疑人 其實是沒有講清楚 這些這樣的要求是完全違反 所有自然公義的準則 再白些講 他給出來的訊息 就是國安處做事 不用跟你解釋 不用給任何理據 我喜歡查誰就誰 誰就必須要跪下罪名 在支聯會的立場 我們是強烈否認 我們是外國代理人 支聯會成立在1989年的民主運動之中 是香港人自發成立的組織 我們每年由我們的成員團體 民主選舉我們的代表 我們憑著香港人的良知 憑著我們對自由的堅持 做了32年的工作 支聯會的所有支聯會的歷史 反映的正正是香港人不會去盲從權力 不論是本國還是他國的權力 的獨立思考 我們32年至今的五大綱領 失負民運人士 平反八九民運 追究屠城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 是香港人見到六四屠城 這個這麼大的不公義之後 自發的訴求 如果是硬要說支聯會 是一個代理人的話 我們在代理的 是人民的良知 不是任何國家的利益 為政治 民主不公義 如果他是想說 我們每年六四維園 十幾萬、二十萬 來到的市民 都在代理一些外國的利益 這個 其實是對每一個個人的 自主性 獨立性的極だ侮辱 其实都反映着 现在这个国安时代 非常错误的功念 多权者似乎觉得 民间就不可以有独立的思考 独立的声音 所有的立场 都是一些国家 外国去操控的 所有的说法都只能够有 国家层面的一言堂 可能现在中国落地 确实是被控制成这样 但是世界不是的 香港不是 人性都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 还相信香港应该是一个 多元化的社会 有多元的声音 我们就必须抵抗 这种只有国家立场的逻辑 终上支联会认为 港区发出这封信件 是一个 难权的行为 甚至可以说是不合法的行为 面对 港区的难权 我们最起码 可以做的 是拒绝去配合 拒绝去纵容 这些这样的难权的行为 权力 这只怪兽 是每一个人 合作去养大的 但是反过来说 实际上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力量去限制 去收走回这些权力 正如 保安署没有办法去命令我们 交出资料一样 而这些都是我们身为常委 对我们的成员 对我们的支持者 最起码的保护 而且保安署 想透过逼得公民社会的团体 去交出大量资料 令所有公民社会网络里面的人 处于恐惧之中 我们在这里就清楚表达 你们的恐吓 到我们为止 我们是不会帮你去散播这个恐惧 但是很现实的层面 来到这一部支联会 也都必须考虑我们未来 是不是可以继续用一个主客公司的形式 去运作下去的 自从去年的六四万会被禁止开始 支联会确实是面对着 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我们大部分的常委 前常委 都是官司前身的状态 很可能是在 未来我们九月十月十一月 都有今年和去年 六四案的审讯 很可能在那个之后会全部是犄行的 而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表态 也都不知道会不会引起新一轮的 逮捕或者检控 如果我们要继续坐在这个支联会常委的位置 或者有人继续想选常委 可能都必须要面对 坐单的准备 面对怎样在牢狱里面继续工作的问题 当然多局的施压 除了一些很硬性的压力 也都有缘性的压力 大家可能都已经听到很多风声 各种中间人传话 不解散 就会有很大的后果 当然我们的成员都会有听到 但正如我之前所说 我们并不希望散播恐惧 我们并不希望政权可以靠放风 就催淋整个公民社会 我们都希望可以和大家 可以走到几远就几远 撑住还有的言论自由 和组织的空间 在这样的考虑之下 其实我们的常委都经过很多次的商讨 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 最后我们是用紧过半数的票 是通过将一个解散的议案 交付会员大会去作最后的决定 我们的这个特别会员大会 是定于今年的9月25日 即是三个星期之后 下午的两点 在这里六四纪念馆举行的 平反六四的运动 是香港人32年来的坚持 而结束一党专政 更加是远远未达成的使命 在香港 在中国 甚至是在全球的华人社群之间 支联会 我可以不参与你说 都一直是象征着良知 和抵抗的灯塔之一 鼓舞着无论是国内外 继续是争取民主的抗争者们 所以我们认为 支联会的存亡 亦都不应该是一个废门的讨论 我们希望我们的会员 大众都可以参与这个讨论 到底我们的解散 与否利弊何在 到底我们怎样 才可以最好这样延续到 支联会的使命 继续这一场 平反六四 守护真相 争取民主的运动 好